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继续来讨论逆思维这本书 上一段影片我们讨论了 重新思考对于个人的重要性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 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 重新思考为我们的人际关系上 带来的影响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也就是说一百种人就会有一百种想法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 如果你想要有效的争取别人的认同与尊重 可就得仔细了 了解我们这一段的影片内容咯 在人际关系处理上 说服另一方的重点不是在赢过对方 而是引导鼓励对方 用不一样的角度重新思考 自己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重新再思考自己的观点 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创造双赢的局面 说服他人的时候 想让对方心悦臣服的同意我的观点 一般的直觉操作 是拿出更多的证据 以礼服人 但作者说 当我们脑中的思考框架是决定采取敌对策略时 其实就等于是我们放弃了去影响他人的机会了 而这并不是说服别人最好的方式 请Monica跟我们分享 作者认为 要影响别人的话 我们应该要调整成什么样的沟通方式会更好呢 以我的个人观察 多数人嘴巴说沟通 其实他只是想要去说服对方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而不是真心想沟通 人是有感知的动物 一定会察觉到自己正在努力被对方说服中 这时我们可能就会采取关闭自己的耳朵 或者是攻击对方的观点 比较老狐狸的人可能会嘴巴上同意我们 但是他的内心想法丝毫不改 我直接了当地说 说服对方就是在跟对方进行谈判 所以以下我的用词都是直接用谈判这两个字 作者提出真正的谈判专家会用超过三分之一的力气 着眼于找出双方的共同点 如果自己在谈判过程中 不采取理性的看待彼此所拿出来的证据的话 对方也不会采取理性的方式 所以有技巧的谈判专家 很少采取攻击对方或是捍卫自己的方式 而是尽量将对方的注意力放在彼此的共同点上 表达意见的过程 有技巧的谈判专家会偶尔向对方提问 而不是只是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会用好奇的方式来提问 例如 所以你没有看到这项建议的任何优点吗? 另外谈判专家只会提出少数几个强而有力的底油 来支持自己的意见 因为提出太多的理由 反而容易让本来就抗拒重新思考的对方 有机会从我们提出的众多理由中找到攻击点 或许有些人会想要在谈判中表现出高度自信的姿态 作者亚当·格兰特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秀出你的高度自信的形象 因为中等的自信程度更让人愿意去相信你 另一种也算是常见的谈判情况是 对方情绪激动甚至是勃然大怒了 万一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别泄气 因为这其实也算是常见的情况 只要你保持冷静 同时对方也不是那种铁板一块的人 那么你们双方就有机会可以继续谈判下去的可能了 当然这本书中还有提到一些较细微的谈判细节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书中的第五章 最后我发现缺乏谈判经验的人 常有一个幻想 那就是希望透过一次谈判 就让对方接受我的想法 其实很常见的情况是 在双方对谈了好几次之后 你才成功的让对方接受你的想法 如果你认知到这一点 也接受这一点 那么你就有机会学好谈判这件事 我们的认知很容易不自觉的就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而拒绝重新思考 就拿端午节最容易引发的南北站的粽子来说好了 也许你根本就不吃粽子 却很容易因为出生地的地缘关系而选边站 我们的许多信念都是来自于文化的老生常谈 广为流传 很难受到质疑 如果你想说服因为过去刻板印象 而无法接受你观点的人 有没有什么关键技巧 可以减少双方之间的认知距离呢 请Aren跟我们分享 在人类社会中 大家都积极寻找归属感和身份地位 而群体认同可以同时达到上面这两个目的 例如刚刚Angel提到的粽子做法分成北部粽南部粽 不同组法就形成不同的口感 不同口感各有不同的拥护着 这种刻板印象形成之后 大家就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看这世界 只要对我们的想法有可能造成威胁的事物 我们自然会生起防备的心来回应 作者提供了几种假设方法来打破这种模式 作者要我们做第一个假设为 我们并非高人一等 有一组心理学家研究外太空对内在空间的影响 他们访问了从太空回来的太空人变化 太空人比较不会把焦点放在个体成就或个人幸福 而是更关切集体利益 这种反应就是所谓的概观效应 当你能从外太空看到地球的概观 你就能领悟到你和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个群体 分享相同共识和认同 作者要我们做第二个假设为 我要同情我们的敌人 这个假设是教导敌对双方了解彼此 并产生同理心 双方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观点 解决彼此的需求和恐惧 并探索解决冲突的新方法 当我们对这个个人的看法有别于他的团体时 就会助使我们重新思考刻板印象 作者要我们做第三个假设为 我是习惯的野兽 初中举了一个广告为例 开场是一男和一女的接吻特写 但镜头拉开时 双方穿着互为敌对团体的运动服 运动服上写着 没了体育运动 这就不会令人作偶了 作者让大家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 假设有人只因为我喜欢的球队而讨厌我 我会感觉很不公平 这像是某种偏见 我支持的球队不见得代表我是怎样的人 再来 作者还提到反事实思考 假如我们活在一个替代司空 我们的生活环境如何能不同的展开 美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3K党 这是一个严重歧视黑人的白人团体 书中提到了一个3K党员和黑人乐手对话的例子 这个历史故事就留着大家自己看书咯 想说服一个人行为改变 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出问题 帮助他自我说服 透过面对面一来一往的问答方式 引导他人反向重新思考 自我发现改变的动机 这方式称为动机式物谈 请Monica再详细跟我们说说 动机式物谈的过程中 需要掌握什么关键技巧呢 作者认为最好的谈判方法就是动机式物谈 大家要记住动机式物谈的核心在于 我们只能协助对方找出他自己的动机 他才会真的改变 所以谈判者的目的在于 协助对方打破他那过度自信的思考循环 协助对方看见新的可能性 动机式物谈有四个关键技巧 我先讲前三个关键技巧 分别是用开放式问句来提问 用倾听来回应对方 确认对方改变的欲望与能力 谈判者千万别让自己在谈判时出现 传教士心态 检察官心态 政治人物心态 谈判者不能直接给予命令或是提出建议 而是要向对方提问 让对方自己去说服他自己 谈判者也必须有别于一般人 谈判时要先当倾听者 一一完整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后 再开口来说自己的想法 大家也要记得 倾听并不是少说话而已就好咯 倾听是一连串的问答过程 倾听是给予对方有空间去反思他自己 还有展现出我们对他的尊重与关切 厉害的倾听者会让对方感觉到 对方自己是聪明的 谈判者确认对方想要改变了 千万别以为这样我们的谈判就结束了 谈判者一定要协助对方想一想 他该如何去执行改变 这一点是动机事物谈的第四个关键技巧 想当领导者 不能只是批判对方目前的状况 或是想要证明自己 领导者一定要学会动机事物谈 要真心想去帮助对方执行目标 如果没有这一种真心 那么就会很难协助人们去改变他自己原本的想法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如何去鼓励对方重新思考 让人与人之间找到更多可能性的方法 下一段影片我们要来谈谈 如何将重新思考的技巧再扩大到集体的社群中 进而成为整个社会带来影响力的能量 请期待我们下一段的讨论 在这之前 大家可以先去看看我们以前的说书影片哦 拜拜